大家好 从我们本节课开始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的剖析 首先我们本节课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在数据结构面试题过程当中最常出现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单链表 单链表它在我们面试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几率是非常的高的 好的也是我们本节课最主要的个知识点就是单链表 用链表存储方式存储线性表数据元素的方法 就是用节点构造链 节点呢就是node 节点 通常有一个数据域 另外呢 还有一个或者是一个以上的指针域 根据指针域的个数 链表存储方式 存储线性表数据元素的方法 主要有链表 单链表 单循环链表 和双向链表 等三种 这三种结构当中呢 每一种呢 又带有 呃 又又又有这个什么呢 带头节点的结构 和不带头节点结构 两种 所以说呢我们首先呢先来看这个单链表的 第1个什么呢 就是它的 带链表的结构 代表一个 什么是单链表呢 就是采用 连接 存储方式 存储的线性表 称为 线性链表 又称为什么呢 单链表 又称为单链表 或者说是 简单的称为链表 在单链表 当中呢 每一个数据元素 占用一个节点 每一个数据元素 占用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呢 有两个域组成 一个节点有两个域组成 一个域呢 存放 数据元素 数据元素 Data 一个域 存放指向 该节点当中 下一个节点的指针 next 好的 它是什么呢 一个节点 有 两个域组成 有两个域组成 一个域 存放 数据元素 Data 一个域什么呢 存放 指向 该链表 当中 下一个节点的指针 OK 一个节点呢 它是由两个域组成的 一个域呢 存放 数据元素 Data 一个域 存放 指向 该链表当中 下一个节点的指针 好的 这是我们 单链表的 这个几个简单的 呃结构 单链表结构当中呢 它又分为这个带头节点的 呃 结构和 不带头节点 然后两种结构 带头节点 和 不带 头节点 两种结构 利用单链表来修呃来表示线性表 将使插入和删除 变得很方便 呃只要修改 链表当中 节点指针的值 无需移动表当中的元素 就能够高效的实现插入 和删除操作 呃就能够高效的实现插入和删除操作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在代码当中呢 给大家 实现 我们的单链表 呃以及 呃就是他的这个链表的这个节点 呃 node类 以及呢 单链表类 最后呢实现 这个链表的 就是他的这个应用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 在我们的投完键当中呢 先添加一个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好的 呃一个 文件 是什么呢 是 os asistance 呃投文件 这个投文件呢 是我们的一个软件辅助包 大家呢不必去关心它里面的这个实现 然后呢 我们来 呃创建一个node节点 呃创建一个node节点 投文件 新建项 选择什么呢 node 投文件 在node投文件当中呢 首先呢 ifdefine if not define 则define 当然最后呢 我们还有这个nodef 呃在我们呃这个图文件当中呢 我们定义的是我们的一个节点类 节点类 节点类呢 呃它是这个 一个模 模板类 呃模板它是 呃它的就是一个这个结构体吧 template 然后呢是类别 class anum type struct node 在这个里面呢 首先呢 我们有这个数据成员 数据成员 anum type 它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数据域 然后呢是指针域 node anum type node next 这是我也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指针域 好的接下来呢 就是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 首先呢第1个呢是 无参的无参数的构造函数 node 第2个呢是有参数的构造函数 以之 呃以之数 数据 元素值 和指针 建立结构 node 第1个参数呢是 anum type的一个变量E 第2个参数呢就是它的一个这个指针 node anum type node 新lank 等于那了 他呢首先第1个呢是我们已知的这个数据元素值 第2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它的一个这个指针 一个lank 好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 node 节点类 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几点类的这个实现部分 实现部分 template template 然后呢是类型class lm type 首先实现它的无参购置函数 node alarm type node 这是 呃构造 指针域为空的节点 next 等于那了 然后呢我们来实现它的第2个函数 第2个函数 的话说 template class alarm type 然后呢我们把它这个复制粘贴下来 当然需要我们的 类类型服来修饰 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呢构造一个数据域为e data data 等于1 然后呢 指针呢为lank next 等于lank 好的 呃这个呢是我们这个node 呃 node类也就是我们几点类的一个实现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实现呃对为我们这个node呢来实现我们的 链表lank list 当然创建一个投文件 新建项 选择 投文件h 然后呢为lank list 点击 点击 添加 在此投文件当中呢 我们也是一样需要这个来 防止它这个被重复引用 if anout define lank list 则define blank list and if 要完成我们的 来啊就是我们的链表单链表类的话呢 我们需要 呃 我们的node节点的一个支持也需要我们的一个这个辅助软件包的一个这个支持 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引用两个投文件 include assistance include node 好的 呃这是我们下面是节点了节点类这个呢是辅助软件包 然后呢 我们来看 呃他的这个 定义这个单链表 单 链表类 template template alum type classlank list 这是我们的链表类 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在我们这个链表类他的一个这个定义和实现的一个过程 这个呢 这个呢在我们考试当中呢也是经常出现的要么就是让你编程序 哎 realum呢就是让你看程序写结果 cd呢就是说是需要出现的一个考链 ok 首先呢呃是这个链 然后呢定义一个这个这个长度 node length 它是 单链表长度 这接下来呢我们来定义这个单链表的呃呃成员函数 public 第1个呢是无参数的构造函数 lank list 第2个呢是有参数的构造函数 lank list 参数为什么呢 第1个呢为 alarm type的 一个 数组 然后呢第2个呢是他的这个长度 接下来是西构函数 它是一个呃虚虚函数 我手 lank list 呃西构函数 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就是他的这个通用的一些 呃我们经常的也就是我们这期课的重重之重 一个重点 一个重点 就是说是首先呢第1个是求单链表的长度 判断单链表 是否为空 将单链表清空 便利单链表 元素定位 求指针 位置的元素等等的 一系列的这个函数呢都是我们本节课的重点之中 首先呢看来呃先看一下这个求单链表的这个长度 应存 gat length Cost 算数 boar is empty Cost boar is emptyCost呢它是什么呢 它是判断单链表是否为空 判断单链表是否为空 然后呢接下来呢 呃 是我们将单链表清空 clear 清空 单链表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也包括这个便利单两边 void traverse traverse 呃参数呢 它有这个 vist void vist vist 它是一个这个 呃指针函数 指针函数 Cost lm type 星 Cost 呃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的 呃便利呃代代表 变利呃代代表 变利呃代代表 然后呢我们来看 呃包括这个元素的定位 int locate anum Cost alarm type Cost 这是 元素的 位置的定位 然后呢是包括这个删除元素 以及呢我们这个 指定位置的这个元素 Standard 求指定位置的元素 get anum int position 是它的指定位置 然后呢 元素值 alarm type alarm type cost 再来后呢是 设置 指定位置的这个元素 Standard s set alarm into position const alarm type 好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删除元素 呃 呃在指定位置插入元素 表位插入元素 我们先来看这个删除元素 Standard Delete anum in the position in the position alarm type 然后呢来看这个在指定位置插入元素 Standard Ussert alarm 位置 位置 也就是也是这个position 然后呢 元素值 Cost alarm type 在表位插入元素 Standard Ussert alarm Const alarm type 这是在表位插入元素 最后呢还有这个复制构造函数和重载复制运算 运算服务 呃 先看这个复制构造函数 LankList LankList Cost Lan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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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就是它的一个 一个对象 Cost对象 来复制 然后呢 然后呢是重载这个复制运算符 Lan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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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重载的这个复制运算符 这就是我们的 LankList 单列表类的一个这个定义过程 接下来的话呢 呃我们 呃来在它的这个 来实现 它的这个过程 首先呢是这个单列表类的这个实现部分 呃它的够的函数呢我们来实现它够的函数 Template Class AlumType 然后呢 是LankList Lan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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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一个空列表 它的这个Head呢 呢 等于New Node AlumType 这是构造投属节点 然后呢投属节点这个 呃失败 终止程序 我startHead LankList 等于0 出时化 出时化带列表长度呢为0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出时化 呃它的这个 呃带参数的构质函数 LankList AlumType LankLankList LankList LankList 参数呢 LMType V 数组 然后数组长度 Int n 呃这个呢是根据这个数组V中的元素呢来构造我们的单列表 Node Node LMType 形P 然后呢是构造投属节点 P等于 Head 等于New Node LMType 是构造投属节点 接下来呢是构造投属节点失败终止程序运行 Assert Head不等于0 然后呢是在方循环当中呢来构造元素 来构造元素 应则I等于0 I小于N I++ Full循环里面呢 我们首先 是P的Next P的Next 等于New Node LMType V Nala OrSert P Next P 等于P Next Next 最后呢初识化 DainLevel的长度 Lens等于N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 销毁DainLevel 也就是吸购函数 至于我们这些函数呢在考试当中呢 可能呢他只会考到一个尺点或者两个尺点 但是呢我们 在平时呢需要把他们全部的掌握 才能应对我们 千变万化的面试 BlackList Lenum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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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是调用Clear 清空单量表 DeleteHead 删除投击点 那就释放我们投击点所指向的这个空间 再然后呢 再然后呢我们来看 他的这个 得到我们DainLevel这个长度 Lenum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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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Lens Cost 直接Return Lens 然后呢 是我们判断 LenumType 单量表是否唯空 LenumType IsEmpty Cost Return什么呢 Return我们的 孩子见Next LenumType 判断它是否等于那了 呃 我们这节课这个内容呢就给大家讲解这些吧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是有限的 北极客呢我们学习到了就是我们 呃这个LenumType 就是我们的单链表 单链表 就是它的节点 节点的一个节点类的定义 以及呢 我们单链表的 就是链表类的一个这个定义 以及它这个部分函数的实现过程 呃下节课呢我们就来讲解 就是这个单链表的 呃就是 链表类 成员函数的实现 以及链表的应用 好的 根据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我们 给大家布置个作业 定义 定义一个 属于自己的 单链表 包括什么呢 节点 链表 节点类 也需要自己定义 定义了之后呢 我们先来不管它是如何实现的 先定义了再说 然后呢 根据我们下节课内容呢 再来实现 我们的这个链表 类函数的一个这个实现 实现了之后 我们 再来进行 他们的这个应用 如何 来应用我们的这个链表 因为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呢 我们应用的时候呢 还是 呃 会比较的这个 陌生 所以说呢 我们必须 给他进行这个 讲解 好的 这是我们本节课主要的内容 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下来转换 我们下来转换 差点 我们下来转换 我们下来转换